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脑洞瘤变入呢 它是守护头疼 一分两种情况 一个是呢 我们做动脑瘤变入的时候 这个病人做动脑瘤破裂了 有没有脑子出血 第二呢 胃破裂动脑瘤结束了头疼 我们可以这么想 如果是一个破裂动脑瘤 它脑子已经出血了 它脑子里边已经是出血状态 做动脑瘤出血 它的头疼 第一呢 它不是动脑瘤的原因 它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血液对脑组的刺激 脑水肿 脑水肿 领埃脑内压增高 对脑膜的刺激 并且呢 脑瘦静瘟 可以导致脑瘤下降 这种头疼 一般是 动脑瘤破裂 引起在做动脑瘤出血 乳内出血导致的头疼 还有一个呢 就是 这个胃破裂动脑瘤 它没有这个 出血 脑瘤内没有出血 它锁出以后 也会有头疼 但是这种头疼呢 这种头疼一般时间比较短 这种比较轻 也可能和一些 全麻疏后 一些这个 恢复期 还有一个呢 就是精神紧张 这种关系的关系 但是头疼的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 做动脑瘤破裂的 做动脑瘤出血 引起来头疼 这种头疼呢 进行最终治疗 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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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